当狗子在家隔离时间长了 他还听得懂出去玩这句话吗 想出去啊 都说去了 给我看看 想出去啊 就想出去玩对吧 咦 想出去玩是吧 今天的第二顿 鸡蛋 生菜 鸡小胸 最后一罐游进的金枪鱼 最后一块奶酪 今天一早在饿了吗 叫到老鸭粉丝汤和锅贴 感觉五一后解封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心情大好 金枪鱼不错 以后可以天天吃 鸡小胸怪嫩的 下次煎一煎更香 今早京东又送到二十斤鸡小胸 加上冰桂还有十斤鸡胸肉 六斤猪大排 混到五一足够了 羊排呢 多久没吃了 现在吃羊不吉利 最好提都不要提 那牛肉安排起来 我感觉浑身都没挤肉了 就是牛肉吃少了 我小家家都还行 只要不吃狗粮什么肉都喜欢 小区最近在团各种火锅和奶茶 今天我又团了广州酒家的点心 妈看我狗水多可爱 五一假期带狗子出游的愿望 是不会实现了 五一之后或许能够实现吧 我猜狗可是狗爱旅游的品味狗 五星级酒店给我安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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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吃了好了